经常后台有人给我留言说 你这个车评人怎么跟人家车评人老是唱反调啊 怎么回事 不要叫我车评人 好吧 本人首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记者 其次 汽车节目专业主持人 第三 国家劳动部的 高级技能 评估师 基本这样 我也不会对任何一款车做所谓的测评 因为真正的汽车测评 除了人的姿势之外 还要有一些客观的条件和相关的技术标准 脱离了这样的一些技术标准的所谓的测评 我告诉你 只能是要赤评垃圾 没有任何的技术价值 如果你要是信了这些所谓的文化垃圾的话 你可能要测一测你的IQ了 一款车色的好坏啊 不是车评人评出来的 而是广大的用户在长期的使用当中 通过口碑所积累起来的 懂吧 特斯拉在网上注册了一个法务部的公号 结果呢 一票啊 这个大V啊 网络大咖 不是删帖就出来道歉 这都怎么了 如果你自己说的是实话的话 何必要由此举动呢 不过呢 这些年来啊 车圈里啊 也就这样了 你想想看 那些传统汽车企业每年成千上万上千亿的那些那些那些公关费都花哪了 还说你好我好大家好 对不对 然后惯着这些大咖 哎 不尊重技术 指东巴西 哪一家过一段时间啊 哪里 就就就就出来骂一通 嘿嘿 骂上瘾了 结果没声响 哎 来了个外立的和尚 外来的和尚 这一念经 哦傻了 但愿啊 法治社会了 大家有一说一 以后啊 别闹出这些幺蛾子 来自成年会的消息 特斯拉五月份的销量呢 这个下降了将近一半 我想对于某些水军来讲呢 你们的目的的确是达到了 但是同时又另外几条消息我想告诉大家 第一条当特斯拉传出在上海的后续企业扩张计划停止的时候 英国印度巴西立刻向马斯克发出了建厂邀请 同时今天的最新消息 特斯拉成为英国今年上半年最畅销电动车 别忘了 现在已经进入到地球村时代了 你们如此的这般的对待一家外资 你有没有想到我们的企业走出国门的时候 其他国家的国民也像你们这些水军一样的对待我们的企业的时候 你们做何感想呢 咱们换个位置理性思考一下好不好 我上一条有关特斯拉的一个短视频啊 引用了一条网上的这个特斯拉销售腰斩的消息 我那条消息出来以后啊 不到一天 成年会的正式消息出来了 我一看这个消息呢 我笑死了 那条来自网络的这个特斯拉腰斩的消息 他是提前得知成年会的消息之后呢 特意把Model 3单车的销量和上一个月 特斯拉所有的车辆的销量做比较 他做了一个腰斩 所以我这呢引用了以后啊也是哭笑不得 但是为什么这么多人都这么恨特斯拉呢 你包括我昨天晚上直播的时候 来了一堆黑粉们一张口 你拿着特斯拉多少钱 特斯拉给不给钱 业内人都知道 你说这特斯拉为什么能够成为众矢之地啊 我想可能有这几个原因 第一条平凡降价 他这一平凡降价让他的那些同行们恨死他了 第二特斯拉从来不做广告 靠这个广告费生活的那些媒体恨死他了 所以你看那个凡是特斯拉出了那个事的 他根本不提那个交警什么判定什么责任 一上来就是特斯拉杀不住了 他那个报道方法 他就转了个弯误导你 第三特斯拉没有公关部 那些靠在网络上什么删贴刷贴为生的那些网络所谓的公关公司 没饭吃了 那不恨死他了 所以啊要明辨是非独立思考这句话一点不错 昨天有个粉丝给我转来一个视频 有个人在那说 你们一天到晚这个为特斯拉说好话 天天都报道那个特斯拉的事故 那个特斯拉事故不是假的吧 都是真的吧 你们怎么说 这就是带节奏 我做新闻三十多年了 对于交通事故的这个报道啊 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格式的 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经过和结果 比如说哪天在哪地什么人发生交通事故 造成了什么什么死伤 最后一个结果啊 注意最后一个结果 警方认定此人是酒家或者是什么家 从而造成了这起交通事故 注意这是一个标准的交通新闻的格式 但是我们大家看特斯拉的新闻没有 所有的特斯拉的新闻都把最后一个警方执法的这个认定过程给省略了 作者直接认定特斯拉失控造成了伤人 这就是所谓的带节奏 你所看到的结果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结果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我以前曾说过的 我们国家每年呢大概发生二十万期左右的交通事故 死亡的五万人左右 那么我们国家一共有五百多家汽车企业 如果摊到每一家上头呢 平均他们每天每个品牌都会有超过一起交通事故 平均每三天左右就会有一起死亡事故 这么多品牌 这么多事故 怎么媒体上没有报道 就认特斯拉一家 还有一位叫红魔的小伙子 他在这个特斯拉事件之后呢 他在他们家附近的交警大队的一个事故停车场去做了现场的探查 那个事故停车场全是事故车辆 停了上百辆车 他没有找到一辆特斯拉 你们也可以找到你们当地的 每个交警大队都有自己的停车场 你看看里头有几辆特斯拉 所以啊 这个节奏啊 就是这样带出来的 前一段时间在网上的一帮水军天天在这个围欧这个特斯拉 甚至有人啊 把特斯拉告到国家工信部 要求工信部什么什么审查特斯拉的单踏板模式 好在工信部啊 还是明白人工信部的回复是这样的啊 这个制动能量回收与单踏板模式 都是新能源汽车的新技术之一 这些新技术并不是特斯拉所独有啊 用户在购买相关新产品的时候啊 你应该熟悉这个新技术 确保行车的安全 独有去年美国的国家交通部 在审核了全美一年200多起 特斯拉的这个涉及到刹车的事件当中呢 没有一起是属于技术问题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了 技术是随随时时在发展的 我当汽车修理工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没有转向灯的 汽车转向是前头一个箭头用手拧的 以前的这个速度表是这个机械式的表 那么现在变成了液晶表 宝马的这个换挡杆 在倒挡状态下要按一下挡上的那个按钮 而现在有一些车辆干脆连挂挡杆都没有了 变成了一个旋钮 你们是不是为了这些技术 全部要去相关的部门 对这些企业进行检查呢 所以说技术永远是在进步的 你自己不跟上时代的潮流 迟早要被这个潮流所淘汰 前一段时间我在说 对特殊性能的车辆的车主啊 进行一个培训 是全世界各大汽车厂商 一个惯例的时候啊 很多朋友呢就发表了各种各样的看法 其中有一位车主说 哎没错我当时买MG的时候 也确实给我的一个八小时的一个培训课程 但是更多的 却是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 比如说啊我买个特斯拉 还要你特斯拉给我专门考个驾照啊 对于特殊性能的车辆进行一个培训啊 这是世界的通力 比如说前两天特斯拉的Model S下线了 方向盘是方的了 你会不会用 然后它的那个挂挡啊 连挡杆都没有了 在那个屏幕上往上一滑就挂上榜了 还有那个新的那个保时捷的那个新能源车也是 按个键往上就是倒挡 往下就是D挡啊 这些不经过培训 你恐怕连用都不会用 所以说啊 技术是随随实实在发展的 就像当时这个工信部回答那位投诉特斯拉 说是特斯拉的什么单踏板模式 反人类设计之类的这种东西一样的 我以前的一个同事叫吴南小姐姐 大家可以搜一下 他对你们这些人呢 有一个特别贴切的一个称号 叫什么呢 那是吧 那是吧 感谢观看